台北荣民总医院妇科权威医师庄岐木 因为读了《海岸山脉的瑞士人》这本书 而深受感动 他认为身为台湾人更应该挺身而出 于是他就志愿到台东的圣母医院议诊 这一次回诊 王小姐带了花送给庄医师表达深深的感谢 要不是庄医师 她到现在还不敢上妇科 更无法检查出已经罹患子宫颈癌第三期 我就问她说 为什么你在家里忍了八个月才出来看医生 那她是说她在一开始的时候 她只有这种异常的初学 那她本身又是个单身的女性 那因为她以前也没有过男朋友 她很害怕来妇产科 怕接受像内诊这样 就是隐私 关于隐私的一些检查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而延误了她的病情 叫我不用担心 就是她可以帮忙我 对 然后我就到台北去 安心就是可以完全就是交给她 然后我不用再有一些担忧说 嗯…就有一种幸运的感觉 所以就是好 那我就决定那就去台北 不然的话 其实处在很不安的状态 就是心很慌 女性病患对妇科普遍有畏惧 加上未处偏远的台东 根本没有专科医疗资源 台东有23万人口 女性约有11万 平均每年发现30例腹癌病例 但当地缺乏妇癌医师 无法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但自从去年底 庄奇木医师来了之后 一切改观 庄奇木医师是国内著名的妇癌权威 目前在台北荣总妇产部 担任组治医师 平常看诊忙碌 现在却愿意花时间飞到台东 影片中40多位传教士 绕过半个地球飘洋过海 从瑞士到台东传教奉献一生 看到他们对东部的贡献 去年9月 庄奇木看到这本书大为感动 我学有专精 那我应该可以有机会 把我学到的东西 那服务给我自己的头发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连阿兜阿兜办得到 我为什么办不到 那因为我知道后山是缺 像我这样子次专科的人才的 于是庄奇木立刻写信到 台东圣母医院 表示愿意到台东议诊 我们没有想到 庄医师会亲自的写这封信 而且他毛翠字卷的说 他希望能够到台东圣母医院 来为我们偏乡的妇女 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真的很意外 但是也很高兴 所有的病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都会感觉到 就是说 庄医师好像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 非常的亲切 而且没有价值 庄奇木从去年开始 每个月抽两到三天 自费搭击到台东议诊 调精药 不管是什么 你刚刚拿给我那两盒 都可能有个代价 就是比较肥一点 也因为疫诊的关系 庄奇木头一次来到台东 没想到一来就爱上这里 三个多月来 妻子从反对到接受 现在庄奇木还考虑 一旦病患增加 就要加开门诊 现在的庄奇木 不仅是一个权威医师 更成为台东妇女 最重要的健康首富者 民事记者李玉翰 在台东的采访报道